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自然发音法的简化 那我讲到是自然发音法的四重简化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东西 很多人想到自然发音法就想到就26个字母 从A教到Z 那对我来讲这是不科学的教法 我个人觉得其实你要学自然发音法 基本上你就是要针对母音去学习 也就是针对AEIOU这五个字母去学习 那这个最重要的字在哪 最重要的字在O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来讲第一重简化 通常什么情况之下 他会去念AEIOU 也就是说其实长音就是字母音 各位懂的意思吗 那A到Z 那每个英文字母大家都会念嘛 可是一般人在跟你讲长音的时候 就是教你怎么去念长音 事实上长音就是字母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你就少学了一个长音 对不对 那长音的位置的时候 基本上两个重要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是摆在前头的情况之下 他很有可能会是念长音 第二个在两个母音相连 或者中间并一个子音的情况之下 他会念长音 举个例子来讲 举个例子来讲 像你pay 就是你付钱 你make 对不对 ran下语 各位有没有看到 pay是不是有ay两个母音在一起 那make是不是a跟k a跟k跟e 是不是ae之间有一个直音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两个母音在一起 然后我们讲ran 雨 雨滴下雨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一个AI在一起 所以它的重点是长音就等于字母音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自然翻译法不用学26个字母 你基本上它重点就在母音 母音的部分的时候 每一个母音的时候 它有两种念法 第一种叫做长音 另外一种叫短音 那你要会长音 短音就比较简单了 那长音重点是 长音又等于字母音 那是不是代表你不用学了 这就是第二层简化 那我们今天讲 如果相形之下 短音 短音在学习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它就相当于长音的例外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只要长音会的情况下 你学短音才会有意思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种讲话 那最后面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了一个例外 什么叫例外 就是混音的问题 就是O会跟A会有混音的情况之下 或者我们今天假设P来讲 我们今天讲O跟U之间的话 它会有一些懒音的现象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只O跟A会有问题 它会发R的音 或者O跟U之间 它会有一个懒音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这就是所谓的第四种简化 所以说我们今天学会了自然发音法的A E I O U 长音对不对 接着部分我们学大的短音 A E I A U 短音哦 然后再来的部分我们去掌握 O跟A之间有可能会念同一个音 跟O跟U之间 它们之间的话会有念另外一个音 举个例子来讲 像Father对不对 各位看是不是A 它事实上念的是R的音 Watch对不对 席 Last 它事实上的话 这音的话 基本上就不是正统的A的长短音之间 它念的是另外一个例外音 我们讲R的音 那再来的话你看哦 O是不是正常来讲 它是长音的部分是念O 对不对 然后再来基本上它短音的部分 它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部分都念O比较多 对不对 短音嘛 可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念Not Heart Stop Not就是不要的意思 Heart就是很热 Stop就是停止 对不对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O跟U之间 它会有一个懒音的现象 它有时候会正常来讲 O这个音 它是不是念O 对不对 短音 那它除了可以念R以外 它还可以念一个 像Buds Sun Cop 有没有 它是一个Eart音 然后Mother Sun 像这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懒音 所以当你在面对的变化的时候 在自然发音法 变化最多的其实就是O这个音 因为它除了长短音以外 它还可以念R 它还可以念R 对不对 那第二变化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U这个字母 对不对 再来就是A 所以说如果AEIOU这五个母音来讲 个人我觉得你要掌握发音的最重要字母 就是O U A 事实上EI这两个字发音是最简单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各位如果按订阅之后的话 你会看到更多的隐藏档 感谢各位收听 谢谢 谢谢 哦 员 5 啊 员 员